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訂閱 歡樂自多心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內容喔 欣賞欣 陳怡婷又發心電了 不得了了 是 這個我們培養的這一代 每一個人最起碼五張六張 妳這是第幾張 這個是我的第八張 來 郭忠祐這張 第八張專輯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好 女天 來 謝謝 好聽就對了 對 這是我的第八張專輯 好聽 那我覺得這一次 因為其實從上一張專輯開始呢 就是有慢慢的做一些 蛻變跟改變 那這一次更大的改變 就是以前都是可能是唱 像揣摩別人的感情世界 然後用自己的口吻唱出來 但這一次特別不一樣 就是裡面十首歌 有五首歌曲都是自己的創作 我那天才看到 因為那天那個 台灣傳奇之後的歌 世修台灣 對 就是這一首 對 火梯嘛 然後這一次特別是以 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角度跟立場 去揣摩感情 你怎麼想要關你什麼事 對 她朋友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她宣傳她 她的專輯起 上載她 我以為是她宣傳 她剛剛這樣 我想說 你脖子有沒有 她說沒有 我在模仿你 對啊 很像啊 如果妳不在的話 我們以為是她宣傳 可是妳可以 她可以唱嗎 嗯... 對... 我不是這首啦 對... 好聽喔 來 謝謝 第八龍專輯來今天 謝謝... 好 謝謝 走秀... 對... 謝謝... 歡迎三組來賓 接下來進行的是歡樂大會考 來 第一題是 你看到有答案就可以啊 好 來 第一題請出題 第一題第一個提示 她洗澡的時候 會順便按摩胸部 這麼私密的事情 這麼私密的是李懿 什麼... 李懿啊 目的不是為了檢查 是想要擴大嘛 是不是 還是檢查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我現在把它按走 也是要暢通 也是要按啊 我也是會啊 你們真的有在做檢查嗎 也是要按啊 每個女生洗澡 都一定要按摩胸部 一定要 不管大小 不然會有囊腫 因為我之前就有得過 那大家都有按 為什麼是李懿呢 李懿最後錯 抱歉 答錯 好吧也是 太難過了 來 第二題 還有 按摩 天心 天心 為什麼會吃天心 因為我有看過 她的沐浴爐那種廣告 還會想到天心的 她是很有幕後工作經驗的 好 非常厲害 天心最後錯 抱歉 答錯 答錯 第二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 開箱八千五百萬豪宅新疆 八千五百萬 小白 小白 那個八天爛那個誰 誰啦 曾婉婷 曾婉婷 對 後送 恭喜答對 恭喜 很可惜耶 什麼叫洗澡會順便 誰都會按摩胸部 因為她很漂亮 然後她之前受訪的時候 她就有講 就是說她要保... 人家一定漂亮的女生 問她怎麼保養嘛 然後她就有特別提到胸部這一塊 她說她洗澡的時候 會讓熱水停在這邊久一點 然後用熱水的溫度 然後就溫溫熱熱的一邊 去按摩她的胸部 去疏通去刺激藥藥 當然一個是活絡她的血脈 第二個也要檢查 對... 因為隨時有一些硬塊 要及早發現 對 開箱八千五百萬 因為她其實大家知道她拍戲 她拍很多芭蕾檔 然後她其實也做了很多副業 有那個保養的品牌 還有那個手搖引什麼的 還有YT的頻道 她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買了信義區的豪宅 然後整間大概是八千 她是說八千五百萬是 買八千五 好像韓中皇八千五 然後她就開箱 然後裡面她說 有一個單人做的沙發 她說這個不能做 因為她那個皮是白的 所以她就是買來覺得好看 放在那邊 可是你一般褲子什麼 穿下去會染色 對啊 你那個皮椅就變髒了 會染色 對 然後她之前也... 前幾天她才剛PO文 她說大家都說我是八點檔的女神 但你們知道嗎 我沒有一副戲是我演過 女主角 對 看到 然後她也說 她經營的那個手搖影 剛好在那一天就宣布關閉這樣 好 對 但是很厲害 雖然沒有演過 可是她新聞來講 都好像是一線的女人 對 討論度很高 討論度非常高 對 好 接下來第二題了 請出題 第二題 第一個題是 台灣咪咪眼男星代表 誰啊 眼睛要張開的誰 第二個題是 第二個題是 二十八歲拿下金馬影帝 台灣的金馬影帝又很年輕 這沒幾個喔 對 想想看 對 怎麼又... 第三個題是 第三題 MANGA 猛甲 我知道了 請說 梁舒函 軟津天喔 軟津天對我錯 恭喜他對 沒有 恭喜他 謎咪眼 那歲就拿下金馬影帝 對 二十八歲她猛甲 他剛好他拿下金馬影帝 然後那時候他等於說 那時候2010年 那上一次拿下金馬影帝的 台灣男生是199年的柯俊雄 所以隔了11年才 因為中間其實都是香港 跟中國的嘛 對 然後到軟津天的時候 又終於有台灣的男星 拿下金馬獎影帝 然後他就是Ivanka這一部片 軟津天 好 接下來第三題了 第三題 第一個題是爸爸開計程車 對 有誰 爸爸開現場 第二個題是 最年輕的金曲獎典禮主持人 新獎喔 典禮 這最… 現在還滿燙的 第三個 第三個題是 模仿淘金銀出名 梁舒函小白 Lulu Lulu名名叫 黃鹿子英 黃鹿子英 對我錯 恭喜答對 好厲害喔 都他人拿獎金耶 都沒搶到耶 對啊 好累喔 這應該要打了 沒有啦 前面兩個可能 大家還不是那麼能理解 那模仿淘金銀 就很… 對… 但是他就是因為 模仿淘金銀 而進了大學生的門 然後後來又去魔王大道 對 然後後來就是 魔王大道完以後 就大熱門主持嘛 然後就一路這樣子上去這樣 第四題啦 好 第四題 請出題 第四題 第一個題是 他陪女兒看了八千次的獅子王 誰… 巨石強森 巨石強森 對 對 合授 恭喜答對 對 好厲害喔 你是不是認真看到這個新聞啊 對 因為他說什麼 他好像疫情的期間 他在家裡面 然後陪他女兒看了八千次獅子王 然後就有那個照片 因為我有追蹤他IG 然後他就有PO那個照片 然後我就有特別看到 有時候陪他女兒看那個恐怖影集 對 然後女兒不害怕 他朋友就說 你那個小朋友你要小心 然後他就說 我的女兒沒有在抱在高下 因為在抱在高下 對 就很帥 虎負無全力 可是他還是有陪他看那個獅子王 然後他其實呢 他其實滿斜幹 他以前是那個美式足球隊的隊長 他是 他有拍過那個影集 說他就是美式運動的經紀人 對 他那時候 讀邁亞密大學的時候還是冠軍 然後後來他本來也有進 美式足球隊的聯盟 可是他好像只踢了大概四個月 他就出來 後來他就去當職業摔角選手 對 你們加油 雨天 加油 第五題 請出題 第五題 第一個題是 靠講笑話競演藝圈 對 笑話競演藝圈 很多人這樣 很多人這樣 我們參加笑話冠軍秀的 第二個 第二個題是 雙人團體吃得要從不聯絡 CC你 那就是浩角翔起 對我說 恭喜答對 來 我們參加的 我們參加的 其實沒有啦 很多人合作本來私底下就會比較少 聯絡 像以前我跟鄭金儀也好 我跟楊帆也好 一直做節目 其實都是每個禮拜都會碰面 主持節目 但私下倒是比較少 但像他們算是很 這麼冰冷的少 真的 但我們開心的時候也是會這樣 就是大家就是在對戲 都是情感很厚 但是我們就是私底下會分開 但是這樣也不錯了 能維持這麼久的一個 對啊 相當好 有跟到好了師傅 對 OK 第二題了 你們第二大題是 核彥蒜 加油 還是李 加油 完蛋 鼠彥蒜也是看到可以搶答了 第一題請出題 鼠彥蒜第一題有七個字 第一個題是 海水再多噎 救不了城市的火災 隨時可以按 好 CC 對 火手 恭喜答對 耶 配食的方法 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 遠慶不如靜靈 這是這句話 顏水救不了靜火 遠慶不如靜靈 是 好 第二題了 請出題 第二題有五個字 第一個題是 語出舒適的 皮C0B 皮C0B 這個應該大家看哪兒 第二個 第二個題是 被彩影師還沒有在進 網美卸妝後的樣子 網美卸妝後 終於看到 看到她的 來囉 盧山真面目 哇 你是猜出來 還是我比這個 不 都有 都有 盧山真面目 卸妝後是值得給 盧山真面目 對 露山真面目 對 事物的真相或原本的面貌 對 那為什麼叫盧山真面目 盧山本來就很虛幻嗎 那為什麼不講泰山真面目 因為那時候是舒適要去那邊玩 那一座山就是盧山 好像是因為那一天天氣的關係 雲層很好 對 雲層很好 對 什麼油眼不是泰山 為什麼不說油眼不是盧山 那個油眼不是泰山是 泰山是那個人的人名 然後就是因為剛好他來到 那個起源 泰山是因為 他的師父是做那個叫什麼 工匠之神 魯班 魯班一個徒弟就是泰山 對 他嫌他工藝不好 泰山 後來離開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看到一個工藝品很棒 覺得說這個東西 讓魯班欣賞得很少 結果後來是泰山族 泰山是土地 油眼不是泰山 對 那盧山真面目就是因為他去盧山 他去盧山玩 就橫看真面目 紫圓生在慈山中 如果他到盧州就是 盧州真面目 對 對 沒錯 對 很通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盧山真面目 紫圓生在慈山中 這就是提西林彼 對 第三題了 請出題 第三題答案是六個字 第一個題是 有時形容空林的美少女 空林的美少女 有時候 六個字 空林美少女 第二個題是 有時形容政府的高官 高官 什麼叫痛 空林美少女 第三個題是 沒有肉吃怎麼不吃飯呢 淨櫃弟嘛對不對 對 然後他是 西林彼 空林美少女 你就覺得說 他好像不會被 城市間複染到 來 請說 不食人間煙火 不食人間煙火 對或受死 恭喜答對 謝謝 你看那個瓊瑤的女主角 每個都是這樣 很空林 漂漂的 好像沒在吃飯 對 這就不食人間 就空林美少 對 沒煩沒熱這樣子 就像我們高官 不是 高官就是 他是另外一種 不食人間煙火 對 第四題 請出題 第四題答案八個字 第一個題是 車禍後安慰自己的話 可以 來 試試 這是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對或受 恭喜答對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吉祥帶來 對 思想講現在不一定要 現在大難不死必有後患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一理財 財遠離你 對 最近股票 希望大家都改這種 疊 垃圾化 對 脾氣太好了 當然是希望 當然不是必有後福 對 第五題了 來 請出題 第五題答案是五個字 第一個題是 政治人物敗票一整天後 政治人物敗票 敗票一整天後 敗票 來 第二個題是 第二個題是 露毒可不打一點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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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 都皮不笑 李懿 皮笑肉不笑 好 是吧 敗票一整天 對啦 皮笑肉不笑 最後錯 恭喜答對 好 壞人的笑容 對啦 因為肉都打多了 你皮笑肉不笑 這樣啊 那你可能一直跟她 謝謝... 久了這樣 謝謝... 謝謝 皮笑肉不笑 謝謝 對 壞人的笑容應該不會這樣 壞人會這樣嗎 笑到你心裡發寒 心懷鬼胎 對 接下來是第三題的 對 人工造劇 對 要聽請搶答 請搶答才能答 請搶答 好 來 請出題 好 我阿嬤最喜歡吃什麼 我每天都要準備給她 一小三個字 二水四個字 三湯兩個字 四膏兩個字 請搶答 Cicely 我要選三號 三號 我阿嬤最喜歡吃湯圓 每天都要準備給她 湯圓對我手 恭喜答對 對 但老人家吃湯圓要吃油餅 對 糯米 不要吃太多 煲湯啊 他們也吃太多 紅包 熬湯 煲湯 湯圓 請搶了 沒有 等一下 他沒有消息 聽瓜哥 請注意 怎麼了嗎 好 請小心 小心 真的小心 我阿嬤最喜歡吃 好 曉白 舒嬅 我們要選 我選 第四個好了 好 我阿嬤最喜歡吃 發糕 我每天都準備給她 發糕 對我手 恭喜答對 好貴喔 糕餅 蛋糕 好 請講 怡婷 我阿嬤最... 一 我想要選一 我阿嬤最喜歡吃 小籠包 好 每天都要準備給她 小籠包 對火手 恭喜答對 小籠包 小米粥 請講 好 小白 我阿嬤最喜歡吃 韭菜水餃 每天都要準備給她 韭菜水餃 對火手 恭喜答對火手 你那個字根本臭是不是 本來要講高麗 豬肉水餃 韭菜水餃 新鮮水果比較好吧 新鮮水果 我阿嬤喜歡吃新鮮水果 對 第二題請出題 第二題 夏天快到了 應該要開始幹嘛呢 一 減兩個字 二 張四個字 三 升兩個字 四 埋三個字 新鮮水果 好 一題 我們要選一 夏天到了 應該要開始 減肥了 減肥對火手 恭喜答對 對啊 你夏天如果不減到 應該是冬天 夏天如果不減 冬天就慘了 應該冬天要先減 可是都環環相扣 你冬天減是為了夏天好看 你夏天減是為了冬天 可是你夏天如果一直流汗 循環系統 你都減不了了 到冬天會不會更慘 對 所以夏天如果減不了 冬天更慘 更慘 沒錯 減肥 一 好 加尾 我們要選二 夏天到了應該要開始 消滅蟑螂 夏天到了應該開始 消滅蟑螂對火手 好 恭喜答對 對 點蟑螂 可以消滅蟑螂 消滅蟑螂不是夏天 只要四季都要消滅蟑螂 但夏天好像比較常常 更多 對 除蟑螂 除蟑螂 也可以 開始才對 開始扳蟑螂 你把它除掉就不會有 吃到蟑螂 可以 聽蟑螂歌 對 你選擇歌和唱團嗎 蟑螂和唱團 對 蟑螂和唱團 請講答 家瑋 我們要選了嗎 你要 你選 四 夏天快到了 應該要開始 買冰棒 買冰棒 是冰了 聽起來了 買冰棒 應該現在買冰棒了 不是 也不用說話不對 但是沒有那麼合理 應該是買泳裝吧 那三... 四季 來 請講答 好 曉白說 四 夏天到了 應該開始買泳裝 就要給你們講啦 好討厭喔 買泳裝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對啊 滿泳衣啊 買冰棒 我真的 沒辦法 我買... 買冰棒 我還買冰檔咧 也都有 對啊 它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就是不合... 就怪怪的 四季都可以買 對啊 新加拿 一起去 恭喜 我們選三 夏天快到了 應該要開始健身了 健身 健身的對落身材 恭喜答對 YA 快到了 對啊 開始了 因為穿少少的 東西還可以遮一下對不對 要露身材 因為不只要露身材 還要可能到海邊去玩 對啊 像剛剛前面講的什麼綠島好啊 對啊 小流球 賴日啊 你總是不能穿著棉袄去玩 對 好 第三題了 請出題 第三題 他一直怎麼樣 感覺想睡覺了 一打三個字 二 揉 三個字 三 鬧 兩個字 四 喝 三個字 第一個打什麼東西 會感覺想睡覺 那個會累 那個他講裡面也不能說不對 運動 一種運動 請講答 來 依廷 他一直打瞌睡 感覺想睡覺了 對 一 打瞌睡 打瞌睡對或錯 恭喜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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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這種感覺 打花欠 打盾 請講答 怡婷 怡婷交文 我選二 他一直揉眼睛 感覺想睡覺了 揉眼睛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對 小明 對眼睛 對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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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小姐 游小孩 請注意 請小心 哎呦 好累 學慘了 不要想揍你 夠煩 請講答 李懿 是 是 他一直喝咖啡 感覺想睡覺了 喝咖啡 對或錯 好 恭喜答對 耶 就小朋友也有那種 要奶喝啊 小朋友要喝奶就要睡了 對 因為字沒那麼多 不是喝提神飲料 對不對 喝咖啡 對 請講 對 但他一直哭鬧 感覺想睡覺了 哭鬧 對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對啊 小二姿 等到一個時間後 你這麼弄到之後 對 一直哭鬧 必須到晚上九點多的時候 就開始哭了 要睡了 好 接下來第四題囉 第四題 請出題 請講 好 怡婷 家瑋 2 是 看到路上有警察靈檢 我只好繞套而行 你自己酒駕 是嗎 沒有... 破損心虛 對 你為什麼要繞套呢 因為對啊 就可能 可能我原本只能 車子只能載四個 但我載了五個 對 超載啦 超載 對 警察靈檢 或自己沒帶證件 對 恭喜答對 對 好 來 好 進場 小白 舒嬅 3 是 是 看到路上有 狗大便 我只好繞套而行 不合理 這 你要多大駝 你要繞套 像大便你也不用繞啊 你要跨過去 你跨過去就好 你跨過去就好 他沒那麼大駝吧 對 不行 狗大便你只要跨過去就可以了 對啊 來 請講答 來 你 我們要選四 看到路上有 舞龍舞獅 只好繞套而行 舞龍舞獅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對 因為會大範圍嘛 對 你只能不繞啊對不對 一定要繞到 你們應該很少看到 我們在苗栗最有名就棒了 我小時候看到元宵集 都那三十六節四十節的 那麼大 出來都幾十人在那邊 那個整個路都塞起來了 不是那種小的五人 對 不是 請講答案 謝謝李懿 你看李懿多壞 李懿 怎樣 不是 李懿在那邊 四十幾節 沒有 不是壞啊 當然要啊 不是 我不願意 我已經看到表情 結果我已經看到 對 你們要小心了 你看 設四位身吧 對不對 來 請講 好 我們選一 看到路上有 跨年晚會 我只好繞套而行 跨年晚會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對 你們知道是這不是業者 對 一定要繞套 照四晚會也是啊 選舉要到耶 三十幾多個洞 你會繞 有沒有繞 謝謝 進獎了 好 蘇海小白 三 看到路上有大車禍 我只好繞到的事情 大車禍 對或錯 好 恭喜答對 大車禍 大坑洞 對 會繞到 有的告訴我們 你繞也沒辦法繞啦 就停下來就塞了 對啊 是 大坑洞是有時候路在修 他有挖一個洞 你摩托 你一定要換一條路起 對 我們總共是 五題 第五題啦 對 我們還是讓他們多搶一下 好 我們這邊都在下雨 都雨天了 你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手腕也滿鬆的 不要一直敷衍 我又按了 好 我們讓他 第五題 第五題 請出題 好 我前男友怎麼樣 讓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一 狠 兩個字 二 腿 三個字 三 小 四個字 四 步 三個字 請搶 教委 怎樣 您前男友 一 我前男友很小 那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什麼年很小 年紀很小 多小 不是 因為他沒辦法跟他結婚 是因為那個可能還沒到 自己可以結婚 要 對 還是未成年 所以不滿18 對 對 每個故事也太感 可能不滿20 不是啦 因為這個螢幕上 看起來就叫很小 對 差一點點 很小 恭喜答准 其實讓我提到什麼 滿窮 很窮 很小 也有可能 窮是因為結婚 要花很多錢 對 請獎 好 來 家瑋 我們選二 我前男友愛劈腿 讓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愛劈腿 對我送 恭喜答准 對 對 現在可以公民獎了... 好... 請注意 請注意 小燕姐好 請講吧 加油 家瑋 第四 我前男友不講理 讓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不講理對話說 讓我講理 錯 因為不講理隨時有吵架 跟結不結婚沒關係 請講吧 謝謝 曉白 選四 我前男友腰不好 讓我沒辦法 腰不好 腰不好 會影響到生育 不能生啊 腰不好是不能生的意思 腰總是會好的嘛 一輩子不好 請想答案 我們要選四 我前男友 不上班 不上班的就是有手好險 對... 不上班 有手好險的不上班 對話說 好 恭喜答對 不求婚 不孝順也可以 不孝順也可以 不想生也可以 不求婚喔 那你求啊 對啊 對喔 有些女生會... 女生會求婚 對啊 女生也可以自己求啊 對 他說不上班是比較... 對啦 有的是不想生 因為有些男生他不想結婚 但有些女生想生 那人生目標不一樣 那就分開了 不... 對啊 不想生是絕對對的啦 因為有時你想生他就... 他不婚... 不婚主義 他就不想結婚啦 也是...也有可能 他就不想結婚嘛 對... 來 請想答 家瑋 你這一題包辦啊 我前男友 小氣巴拉 讓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小氣巴拉對或錯 不行 小氣巴拉不行 小氣巴拉不行 那什麼... 哪裡行啊 請想答 來 我前男友 度量很小 讓我沒辦法跟他結婚 度量很小 沒辦法結婚啦 對 或錯 抱人 好 恭喜 度量 對 可是他講的這個事情就是 你們認識已經是知道的事情 可是不生小孩跟不婚者 比較會造成不想結婚的問題 對 觀念不合的意思 對啊 都跟他耗那麼久了 沒有關係 結果他後來跟他講都不婚 當初熱烈的時候 兩個還可以啊 覺得很浪漫嘛 我們沒有小孩 沒結婚沒關係 後來到了一個年齡 女生想說這樣等下去 是我比較吃虧 你到底結不結婚 到時候生不出來 說要去當然 那如果生小孩 我是頂客主 我不想生 那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幹嘛 對不對 來 最後獲勝的是 我們李懿 二十五萬 再加五萬獎金 三十萬 接下來進行獎金挑戰賽 第一組為三十萬 來 第一題請出題 人人都想要一雙美腿 請問多做下練哪一件事 可以讓腿變得更修長呢 A 多騎腳踏車 B 翹腳 C 常做伸展動作 計時開始 想要讓腿美腿 這應該就是常做伸展動作 對 因為我們每天晚上都要抬腳 對 然後這應該就是跟伸展有關係 因為腳踏車 你的小腿肌會發大 對 然後翹腳的話 是你的骨盆位置會歪掉 對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疑慮 對 應該就是伸展動作 拉筋抬腿 對 要不然怎麼會做瑜伽 一定要 你們公司有強硬性規定嗎 沒有 可是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夾 而且以前他們還會 學姐還會給我們那個 擀麵棍 他說你每天晚上睡前 你就擀你自己的小腿 天啊 然後擀完之後 那就是滾筒理論嘛 現在滾筒理論 以前沒有滾筒 沒錯 就是類似這樣子 那腿部天生就是 你如果不去保養它 你總是會變形 對 一定要 什麼腳要放個血 要倒流 對 會靜脈俱張 對啊 以前你們會量體重嗎 要啊 我們體重計 之前有一陣子 就放在公司的電梯門口 等一下 我們先把答案先確定 你們聊起來 所以確定了 常做生了 我要聊的是說 以前會有經濟公司 會量藝人的體重 我們也會耶 對不對 會嘛 對 還要罰錢 好 要 超過一公斤 對 超過一公斤 就要罰五百塊 超過十公斤就五千塊 那沒辦法 因為演藝圈就是這樣 對 形象 那對主持人不會要求吧 不會 不是 因為你們公司的號角 都已經瘦到這樣 所以我們公司每一個 除了 郭天運 對 每個都滿瘦的 他就很瘦 對 常做伸展動作 對或錯 好棒 好棒 對 搖拉筋 順利這樣順暢 經常做伸展腿部的動作 可以減少墜肉臀肌 也能拉長腿部的肌肉 幫助改善蘿蔔腿 讓腿部曲線更平滑修長 另外翹腳雖性感 但經常翹的卻會阻礙 血液跟淋巴的循環 造成水腫 容易令雙腿變粗 第二題了 請出題 如果想要讓手機更省電的話 可以利用下鏈哪一種方法呢 A 只用4G上網 B 用到快媒電再充電 C 以黑底當桌面背景 計時開始 一定不是B 一定不是用到快媒電再充電 因為之前我去修手機 他跟我講說 你可能剩40幾%的時候 可能掉了一半一下就要馬上充電 要不然電池會耗緊 對 壽命會更短 會減少 所以不是B 對 C 以黑底當桌面背景是不是有差嗎 我覺得是這個耶 因為就是他使用 他讀取每一張圖片 他都需要運作啊 系統都要跑 那你就減少系統跑的時間 應該就可以比較省電吧 系統跑 因為 讀取那個照片 對 他就是單一顏色 對 那4G的話呢 4G 只用4G上網是什麼意思 就是5G 有人講用5G或4G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差耶 3 那黑底好了 黑黑底 來 起選擇 我們要選C 以桌面 以黑底當桌面背景 所以以黑底當桌面背景 對或錯 3 2 1 iPhone用戶呢 可以把手機調整為深色的模式 也就是以黑底做背景底色 更得益於OLED的特性 以黑色為背景時 能夠比白底更省電 而且也是為了護眼創造出來 不僅是iPhone 也適用於所有的OLED的螢幕手機 例如三星 手機千萬不能換煤電再充 電池如果長時間過度放電 很可能引起電池電壓過低的問題 使用Wi-Fi上網 比4G上網省得多 到一個地方 所以家裡都有Wi-Fi 對啊 如果用Wi-Fi 回家就用Wi-Fi 它自己會接上去對不對 對 看影片好點的 好 第三題 請出題 暖暖 A 台灣偶像劇 B 韓國綜藝節目 C 日本新聞標題 我以為他要寫基隆暖暖 基隆暖暖 來 記事開始 好像不是台灣出現了嗎 這是日本 日本是不是很喜歡 你對日本不是很熟嗎 但是日本 日本不是會很多發明這種集 你說什麼 母女啊 草食男啊 暖男啊 對 但暖男好像 好像不是從日本耶 那是哪裡 什麼拜 以前他有什麼拜權 對 拜權日本 因為日本的暖 跟這個暖是一樣的嗎 漢字 對 漢字是一樣嗎 一樣的話就有可能 因為韓國的話 它不可能這個字跟我們是一樣 所以韓國先去掉了 對 是這意思吧 蛤 我本來想說 台灣好像 我本來想到劉以豪啊 什麼許光漢這種啊 就是暖男的特徵很明顯 溫暖的 對 我想說是不是台灣 好 怎麼辦 你要選哪一個 怎麼辦 日本還台灣 四 二 二 三 二 二 請選誰 請選 好 我選日本新聞標題 日本 嘉偉 嘉偉應該遇過很多暖男 我覺得我比較常聽的是 就是內地那邊 傳過來的一些標籤 但是如果真的要說 他就覺得韓國節目這麼的紅 應該韓國比較有機會 近期來都是韓國 都是韓國 對啊 都是韓劇 是不是會倒比的 正比的 韓國 什麼數鈔票那種 對啊 還有 倒閉什麼這裡的V這樣子 他們滿會創造一些議題的 我覺得 因為台灣以前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追韓流 但暖了好像是很久前就有了 很早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能 日本或台灣 因為早期根本沒有韓國 韓國是自己的情侶 來 選擇的是日本新聞標題 對我錯 韓國 難怪是韓國 韓國 韓國 最早的暖男一詞是 2007年3月 一位粉絲轉載了 韓國綜藝節目的影片 影片標題是 暖男熱戰 節目一開始就介紹 暖男這個新詞 對其定義是一看到就會感覺 很溫暖的男性 字幕組將其翻譯為暖男 之後這一個稱號 也被應用韓劇當中 溫柔 體貼的男性角色上 在韓流粉絲逐漸推廣開來 台灣暖男代表的是誰 宜豪 劉宜豪 許孝順 她是基隆暖暖的 對... 她說暖暖出生不叫暖男 你看到就會感到溫暖 妳的表情很奇怪 不是 因為NO哥 最近還拿到那個碩士還是什麼 所以你覺得順哥不溫暖 不是 NO哥也是基隆人 瓜哥也很溫暖 對 我也在想 暖暖... 看了脂肪那麼多還不暖 很暖... 第二組十萬五千 請就位 第二組十萬五千 第一題請出題 根據研究 在乘客有機安全帶的情況之下 如果發生車禍的話 坐在哪一個位置最危險呢 A 副駕駛座 B 副駕駛座後方 C 後座正中間 計時開始 後中間有機安全帶 都有機安全帶 都有機安全帶 那副駕駛座會不會衝出去 因為衝力太大 還是撞到 我覺得後面會比較危險 後面比較危險 對 因為前面都有氣囊保護庫 那副駕駛座後方 他往前 他也會有那個枕頭 可以擋住他 所以會不會是後座正中間 因為他中間就是沒有東西 就是口座 後座正中間 對 我覺得應該是後座 後座正中間在哪邊 後座正中間 就是那個後座 後面的正中間 就是中間有個洞那個地方嗎 對 有個洞 翻下來就要放眼鏡 那一個 因為他可能撞到 就直接會飛出去 對 他們都有機安全帶 對 但我覺得應該是C C 後座 請坐打 C 因為他的副駕駛跟副駕駛後座 道理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只有一個中間座是前面沒有 可能綁的 可能甩的力量可能會 太大 會整個噴射出去 對 正駕駛都是安全的 以這三個男最危險的 對 後座正中間 對後座 陷阱一下 陷阱一下 後座駕駛 都有系安全帶 你如果後座正中間沒有安全帶 那當然是危險 我都是坐副駕駛 對 我也覺得 副駕駛不是一個最尊重的 因為他前面還有氣囊 他 美國研究發現 在系上安全帶的前提下 系上安全帶的前提下 後座正中間的位置最安全 反而有充裕了 所以他前面撞不到任何東西 有安全帶 他即使怎麼甩 他也不會撞到 我們像副駕駛撞到玻璃 副駕駛後面撞到前面椅子 他都不會 他都不會 所以駕駛人看到前方有危險的 第一級閃避 通通都撞到右側 比如說車正這樣來 我要閃 我一定會撞到副駕駛 他不會往正駕駛上面撞 所以副駕駛手當其衝 對 常常坐右車車邊撞擊 副駕駛坐前又擋風玻璃跟坐面 有沒有那個桌子一樣的 所以加上衝擊力加上刺傷玻璃刮傷 往往這個位置乘客傷勢最嚴重 送駕駛 而且正駕駛一定會閃 對 他一閃已經是閃這邊 對 他不會閃到自己這樣 因為有個急彎的離心 這是人的一個嗎 因為我如果要快撞到 我一定這樣閃 一閃就是副駕駛在前面 對 對 所以很難閃 如果他這樣子他是被撞 所以他如果這樣子是副駕駛 旁邊的被撞 對 對 除非你是沒有意識之下 沒有發現這樣狀的 他一般都會多撇那個方向盤 來 第三組四萬六的請就位 第三組有四萬七 第一題請出題 計時開始 消耗熱量最多 插窗戶 然後吸地 以及洗碗 我覺得應該是插窗戶 因為吸地 現在都是 變動的 對 你感覺好像也不會累 就算吸一個小時 你也不會覺得累 然後他說洗碗就這樣 洗 洗碗好像只有動到手腕的力量 放了 可能是插窗 因為我們有時候插窗戶的落地霜 很大一點 對 因為我們平常的活動都肩膀一下 你很少手會亂動 所以很容易痠 而且只有插窗戶是會你往上又往下 就是整個全身都可以動到 很像油一樣 對 所以我講的是 洗碗就是這個動作 可以消耗熱量最多 我選A 插窗戶 我覺得插窗戶 來 請選擇 插窗戶半小時 不是那個變形金剛才 不是那個工人在那邊戴耳機 後面大樓都毀掉一半 他還在那邊 對啊 很優勢 那個耳塞 效果很好 整個大樓都炸掉一半 他回頭一看 我怎麼以為 而且最近插窗戶很紅 插玻璃 插窗玻璃 你就是韓國的嗎 不是 最近大家都在跳這個 抖音 因為他前面是說 他前面說 擠奶嗎 一起插玻璃 因為插玻璃會這樣擠奶 對啊 這樣 對 又很可愛 插窗戶半小時 對後坐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據研究顯示 以不外出的情況來說 在家插窗戶 能消耗最多的熱量 平均每30分鐘 就能消耗172大卡 由於手需要騰空打圈 更能運用到背部和腹部的肌肉 全身是動的 手即使是牽扯到你很多肌肉 對 全身上下都在動 對 都是 然後吸塵器 吸地板只是這樣 搬機器蹲下或移動 加具這樣 這種運用到全身肌肉比較少 那你平均每回30分鐘 攔傷129大卡 主要靠雙手來回擺動的洗碗 平均30分鐘才能不到70大卡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雨刷 你知道是真人真事 就乃哥發生了事情 他已經在高速公路上 你知道你冷氣壞的時候怎麼辦 開窗戶 對 那你臉是不是這樣 對 結果他怎麼辦 他就拿一個塑膠套 搓兩個鼻孔 窗戶搖下來 不然會悶死啊 但是你這樣包著不是也會悶死嗎 沒有...錯兩個鼻孔 錯兩個鼻孔 要不然你會風一直吹嘛 那你塑膠套 你就會臉這樣貼著 但有鼻孔可以呼吸 眼睛不會看不到嗎 對 還有這... 因為以前秀場很多這種事 在趕秀場 雨刷後來 下大雨怎麼辦 對 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雨下根本看不到 可是你要趕秀啊 怎麼辦 這是一個大哥真的發生的事情 他後來把那個兩根雨刷綁繩子 就旁邊... 拉著 駕駛座一直這樣 真的 那是... 蠻聰明的 我不是想出來的 這是真的事情我轉答給你 很聰明耶 人的名字我都敢講了 誰 乃哥就發生過 另外一個現在不在的大哥了 我不好意思講 好厲害 也是蠻聰明的一個方法 很聰明耶 好強喔 如果我沒有親身看過這個詩 我怎麼能講這種詩詩 求生欲好強喔 超好笑 太好笑了 好熱 來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請出題 在發燒的時候 可以喝什麼飲料來幫助退燒呢 A 椰子水 B 薑茶 C 熱咖啡 計時開始 椰子水 它是屬於比較冷的 對 然後薑茶 薑茶的話是應該是 比較誤化 你沒有發燒的情況下 但它可以逼汗吧 但是 逼汗 因為我們不是在發燒的時候 我們不是就是要讓它流汗 然後流完它就整個會 會比較好 幫助退燒對不對 對 熱咖啡我覺得應該 比較不太 不太在這個選項的那個 範圍 對 範圍內 因為熱咖啡它好像跟發燒 它是 咖啡讓你精神好一點 四 所以我覺得三調C 應該是A跟B 二 椰子水 它是冷的 應該是可以 請選擇 完了 我們要選擇 選擇 完了 完了 等一下 要涼的還是要 幫助退燒 還是要逼它 好啦 那就逼它好了 逼它好 逼它 選擇逼 薑茶 薑草 薑草 那不是冬天才喝薑草 不是 你剛剛不是跟我講薑草 是前面預防嗎 你應該是 就是 我退燒完以後我可以喝 你的吸氣下巴快掉了 是椰子水吧 椰子水嗎 他選熱咖啡 對耶 因為他說熱咖啡 可以幫助那個水分代謝 那個燒就可以 趕快退得比較快 所以以一個趕快好的角度 就是 就是趕快把那個代謝出來 體內備物 他選熱咖啡 可是椰子水不是很冷的會降溫嗎 對啊 可是就產生它有點太冷了 太寒 會不會太寒 因為我知道薑草不行 是因為之前我們有做過題目 就是譬如說喉嚨痛 對 對 你不能喝薑草 你應該是結束 你感冒已經剛痊癒的時候 你再去喝湯 去保養 或者是像你剛剛講的 先預防 讓自己的身體熱一點 椰子水比較 薑草 嗨 那怎麼辦 3 2 1 好冷喔 椰子水 對 裡面喝椰子水好冷喔 中文師醫師周中翰表示 椰子水不具有抗病毒的效果 但是在夏天具有解暑熱 身經止渴的作用 你看在那個比較東南亞的 比較熱的國家 不都每天在賣椰子水 對 你在海邊裡面 普吉島 巴黎島 哪個不是在賣這個 就是能夠解那個暑氣 但是最近因為新冠肺炎 或流感等各種病毒感染 引起發燒 喝椰子水 是有助退燒 你在網路上也看到了 什麼喝綠茶加檸檬 還有椰子水加什麼的 對 對 還有網路教你怎麼做的 越南人 我就這個椰子水加什麼東西 對 有嘛 有看到嗎 加糖嗎 有 對 補充水分 而防脫水 是不錯的選擇 可以適量飲用 薑茶池對感冒初期而有用 而咖啡的咖啡因可以利尿 但會讓你脫水 因此不利身體對抗病毒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另外來賓來我們現場 送您百夫長旅行箱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 謝謝